L暖心道别提前到站的人 捐百万住花莲 正在L飞往纽约参加时装周看秀 但仍心谢花莲地震灾情 已捐出百万帮助救灾 除了保平安 告知关心她的粉丝自己也飞抵纽约 L在飞机上因为睡不着 有感而发泄下心情 L说 人生就像是作战一般 开往未知尽头的火车 沿途中有各式各样的风景和旅办 有些人在你 一想不到的时候上车 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有些人也可能在你想都没想过的时候 提前倒站下车 而每一次的告别并不是真正的分离 或者根本来不及告别 另外L谈道 但我相信 未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再次相遇 或许是某一个晴朗的天气 我化身为一朵云 而你就是那偏颜色饱满的蓝天 我徜徉在你无边无际的怀抱里 而太阳 就是见证我们再次重逢的证人 献给提前倒站的朋友 愿赏天怜悯我们这些无助的世人 他并持续祈祷 花莲救灾顺利